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鲜拼盘导致肝功能恶化 哪种海鲜还是罪魁祸首 扇贝都应该是红色的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能吃的 这个是不能吃的 我特别害怕是不是这个虾有什么问题啊 箱子里面都有一条致命的寄生虫 瞎说哟 扇贝颜色差异巨大 到底哪个不能吃 这块千万不能吃 这是什么 我觉得这单最有营养了吧 没有 我跟你说 这个地方是最XX的地方 这怎么可能呢 窗子里到底有没有寄生虫 那我们现在用一个小刀把它割开 哎呀 真的有 太可惜了 谁让我抢 天啊 有天啊 有天哪 如何健康吃海鲜 近的本期幸福辞典 生活无限 幸福辞典 欢迎大家收看 你一定为是幸福辞典 首先来欢迎方方藤各位 大家好 我是王静怡 我是刘雨光 我是秦岭 大家好 我是金贝贝 大家好 我是大王 大家好 我是洛阿姨 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说这个话题 我猜 你们每个人都会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我问你们谁是包孔 哎呀 这个女孩肯定是包孔 对啊 我觉得每个女孩都是包孔 你知道你还在讲话的时候 后面洛阿姨已经把手举得高高的了 这次洛阿姨 太爱买包了 除了我的预料 就是你是包孔 我告诉你 我到商店必看包和鞋子 我跟你讲 不要把洛阿姨当一个阿姨来看待 洛阿姨是个少女 她平时最爱的就是逛街购物买包包 这男生也喜欢包是吗 其实还好哎 男生还好吧 我觉得啊 你拿不同的包代表着你不同的品位 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感觉 其实你们女生啊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比如说你相亲的时候 你就从她那个包 你就能判断她的职业 年龄 工作性质方方面面 那你背吧 对 你背什么包 其实我喜欢背那种单间的 特别大的那种包 因为我放的东西比较多嘛 我也是 我喜欢像我这种阳光男生 一般都喜欢背双肩包 小学生的那种 像我们这种商务型的 喜欢背那个手提包 哦 手提包 我喜欢那种夜下的包 加在这儿了 我觉得它是夜下的包 对 洛阿姨呢 我呀 比如说我要是去逛街 我特别爱买那种小手包 然后一斜跨着 如果要是出席什么场合呢 就是那种太太包 然后手挂的那种 为部门的聚会 但是包也会有危险 你们知道吗 这个不可能吧 不会啊 对 不可能吧 我知道 太过于爱买包 可能会导致破产 因为有些包真的很贵 真的是 以此类推 容易被别人抢 对对对 而且还被别人盯 就觉得那个 它一定是有钱的 你发现新买的包 其实它的味道特别大 我觉得甲醛容易中毒 稍微花点钱吧 说了这些 大家其实觉得安全问题 对吧 对 但是 但是 这都不对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 这个包啊 人要用 但是包带来的危险 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掌声 有请我的搭档张鹏 有请张鹏 各位好 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危险呢 我今天桌子上准备了 其实可能市面上 大家可以看到 不同样背法的包 其实暗藏着危险 为什么危险呢 先让我们的帮帮团 每个人过来选择自己喜欢的包 哇 我们直接背上 在我们这边舞台上来一个走秀 好不好 好 接下来看到这2015幸福辞典 飞包秀 首先出来的是我们的洛阿姨 还要在前面来展示一下洛阿姨说出你的理由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包啊 第一 它非常漂亮 第二 它是属于这样飞的 很女人 所以我非常喜欢 也简单 来 下一位 大王 飞得正狂野 我为我们选择这款包呢 是因为我觉得斜挂包非常的整件 而且呢很大 可以装很多的东西 好 起包 那今天我选择这款包非常特别啊 它属于是电脑包 上班人是经常用的 像我上飞机啊 待着无聊的时候就一定会拿这个包 很方便 很小巧 贝贝 拿着它非常时尚的夜下包 我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包呢 因为我觉得这样包啊 很多女孩在逛街的时候呢 背一个大包特别不方便 这个里面呢可以装一些 随身携带的 比如说口红啊 粉底什么的比较方便 哎呦 看到我们的立昂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包呢 在哪儿呢 不是 我展示了两种非法 作为一名艺人的话 平时可以啊 装酷一些 然后也可以在 不想暴露自己的情况下 可以伪装一下 帅哥 帅哥 今天阳光时尚男生啊 当然要背双肩包了 为什么我又背到前面呢 刚才张鸿哥说了 背到后面会有危险 所以说我今天就背到前面 又时尚又好看 好嘞 好 谢谢我们这六位 所以刚刚这个发布了一场 2015年最新这个包型的 这样的一个发布会 是的 是的 而且在过程当中 其实每个人有选择 自己包的理由 对对对 但其实在这边 我是想接下来 我们要请出的这位专家 特别厉害 他是什么呢 只要看到你 他就能知道 你背的是什么样的包 对 你们平常的习惯 是怎么样的 不用看你们背包 就可以猜得到 哦 相信吗 不相信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 北京草原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 康南老师 欢迎康老师 欢迎 来来来 你已经冲了吗 你好 手都快变形了 我跟你说骨科的 这个老师 你要吗 刚才老师在形容你的时候 我们导演说你有特异功能 你可能别人就知道 说别人背什么样的包 相信 跟您的骨科有什么关系 跟我的骨科关系比较大 刚才我一上来 你就说我比较有力气 差一点把你手给捏变形了 已经变形了 已经变形了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力量 作用在人的身体上 以后会有一些变形 哦 所以刚才我也看到了这种背包秀 如果说你们就是体验一回背包秀啊 也就可以了 但如果说你老背着这个背包 或者老挂着 或者老是自己的这种习惯来用那包 不断地有力的作用在你身上 你就会有变形 那你就是现在打眼看他们六个人 你觉得谁问题 谁变形了 你快看一下 谁变得比较厉害 哎呀 好紧张 我先看的是个洛阿姨 好像有点问题 洛阿姨怎么 虽然你躺在后面 但是我一眼就看到了你 真的吗 洛阿姨你下去给专家老师看呢 拉一侧侧身 对 侧侧身 来 您弯一下腰 您是这个地方背包 对 所以您的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您的右肩会高一些 右肩会高一些 好像是 右肩会高一些 是吧 我是习惯了 右肩会高一些 然后刚才在我检查的时候 我发现您的左边的腰的肌肉 明显的比右边要处于一种 痙攣的状态 哦 左边比右边 所以您右边高 左边紧张 我就检查出来了 哦 如果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洛阿姨右边的肩膀高 但是通过专家的简单检查 却发现洛阿姨平时就是用右边背包的 这个现象是不是偶然呢 您是不是也习惯一边背包呢 刚才背包走秀的时候 除了洛阿姨是右肩背包 还有秦丽扬也是右肩背包的 长期这样背包 肌肉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现场的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可以从前面看 我们从后面看 实际上是一样的 你是摆什么造型 还是说你就是习惯这样 因为我要放松的话 它就掉下去了 对啊 所以防止这个背包掉 它的肩就要挺一些 而且它左边的脊柱 要格外的肌肉收缩 走的话它这个人就倒了 而且如果说你这种背包的姿势 时间长了以后 会引起脊柱侧弯 这么危险 这种侧弯不是说那种先天性的侧弯 而是说经常重复的这种动作 力量的刺激导致的变形 我就想问一下康达老师 因为刚才我们换丽阳来 就是因为她男生嘛 她露一点背 我们是不是能看到 她肌肉变化没 你同意漏一点吗 老师我有点事 我先回去 对 对 所以她经常是这个地方 在背这个包 而且她怕包掉了 所以她格外的右肩要翘一些 右肩翘 时间长了以后 这样真的很明显 这个地方的肌肉 会格外格外地收缩 对 真的 这个地方会格外地隆起 会鼓 如果说她到了洛阿姨这个年纪 你的这个体度就会变形 对 谢谢丽阳的牺牲 经过专家的现场检查 喜欢背单肩包的洛阿姨和秦丽阳 都出现了高低肩和腰部肌肉紧张的情况 其实刚刚老师告诉我们了 就是说因为由于背包习惯 会影响一些肌肉的变化 对 所以就说到这儿 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了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我包里面飞就装个什么小钱包啊 装个手机什么的 就是 那么大家背的包到底有多重 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随机找了三个人 看看他们平时背的包有多重 首先是一个女生的红色单肩女包 看起来扁扁的 它里面都有什么呢 梳子 镜子 纸巾 唇膏 钥匙 看来这个包里的东西还真是非常的少 这个包的重量是0.59公斤 另外一个女生的背包看起来更加小巧 这个蓝色单肩背包里都装了什么 看似小巧的背包里面居然装了这么多东西 钱包 钥匙 粉饼 梳子 都是女生经常会放在包里的随身物品 这些东西放在背包里能有多重呢 1.38公斤 也并不是很重 接下来要看的是一位男士的电脑包 这个商务男士电脑包里的东西一点也不比女士背包的少 电脑 主标 手机 这些东西能有多重呢 3.61公斤 这么重的背包会导致脊柱侧温吗 现在就来实验一下 我们在体验者的脖子和腰的中心位置贴上标记 再将用作测试垂直度的线缀固定好 这样就可以观察到体验者脊柱倾斜的程度 在没有背包的情况下 体验者的脊柱和线缀几乎是平行的 这说明体验者的脊柱并没有侧弯的现象 然后体验者背上3.61公斤重的电脑包 我们发现体验者的右肩明显抬高 标记点的连旋已经偏离了线缀 这说明3.61公斤的电脑包确实会让脊柱发生侧弯 那么轻一点的女士背包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吗 背上1.38公斤的包之后 体验者的右肩升高了 同样出现了侧弯的情况 体验者背上了0.59公斤的背包 脊柱和之前几乎没有变化 是不是单肩背包轻就不会对脊柱产生影响呢 所以看完刚才的短片 我觉得有点诧异的 就是大家的包里这什么都有 什么都可以往里放 对 实际上我们日常当中包呢 不像刚才所讲的那么夸张 实际上有时候就是化妆品啊 或者是一些钱包啊 钥匙之类的 实际上并不很沉 但是为什么时间长了 会对脊柱会产生影响呢 因为可能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或者说每天你要背很长时间 就这样累积的这种刺激 会影响脊柱 所以怎么能体现出来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比如这位帅哥在背包的时候 假如说他是右边的肩膀在背 对吧 有一个向下压的力量 另外呢 另一边就会有一个向上顶的力量 否则的话他就会倒掉 这相当于是一个天平一样 如果说我们在天平的一边 放上一个砝码 他就会倾斜 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还要放一个砝码 这样的话 他会平衡 对 我们每一个人背包的时候 都是背在尖这个位置 对 从尖这个位置到他的脊柱 会有一个距离 没错 而他的腰的肌肉离脊柱 还是有一个距离 但是无论如何 腰距离脊柱的距离 要远远的小于这个背包 距离脊柱的距离 所以他的利弊是不等的 我们那个天平利弊是等的 但如果说他的利弊不等 那么他那个盘子就会 再往外 再往外的话 砝码就会不一样了 天平就会倾向到一方 所以这个时候我 只能加大 再加大砝码 也许它会平衡 也许它会平衡 所以从这个实验我们也知道 如果说你仅仅背一个五斤的包 那么作用的腰的力量 也许不止五斤 它会是背包袋的和肩膀的距离 和脊柱的距离 除以你的肌肉和脊柱的距离 一般来讲大概是四到五倍 所以你可以背一个一斤的包 这边承受的其实是五斤 那么就是四到五斤 虽然我们在刚才测试的包 最轻的只有0.59公斤 但是腰部要承担的力量 大约是2.95公斤 这样算起来 原本不太重的背包 就给腰部的肌肉 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长此以往 就会导致脊柱侧弯 老师那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我平时喜欢背那种斜胯包 这样子因为本身 我这边也受力了 但是我背的东西呢 又在这一坨 斜胯 对 这样会有影响 你给我们再展示一下 你在背斜胯包的时候的样子好不好 力量不是平衡的吗 怎么样 实际上你这斜胯包 你背起来 你比那种单侧肩的背包 蛮聪明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不用担心 这个包会掉地下 对对对 这倒是 对吧 所以你就这个位置的肌肉放松 你的腰的肌肉并没有放松 因为你这个包还是有重量 还是作用在你的肩膀 你的肩膀和脊柱之间 还是有一个力矩 这样的话 你为了保证整个身体的平衡 你的右侧的腰部的肌肉 还要格外地收缩 你只不过说 相对于它来讲 你的颈背部的肌肉 没有格外地做工 明白 所以你不担心它滑掉 但是你要承受它的力量 斜胯背包不容易掉落 力量也相对均匀 对比两次背包的画面 我们发现 斜胯背包时 脊柱侧弯的程度 没有单肩背包严重 虽然还要承受一些压力 但是不是会好一些 但是斜胯背包相对会好一些 不仅仅是颈肩部的肌肉 它对整个的脊柱的平衡 也会相对于单肩背的这种 书包要小一点 明白了 那接下来咱们总结一下 各位背包健康手册 第一条 斜胯单肩背包 可以减轻脊柱侧弯 谢谢 艾伯们 贝贝了 我觉得你刚才那个手包 应该不存在这些问题吧 对啊 我觉得不存在 在这加着特别方便啊 对啊 小朋友偷都不容易偷啊 所以你可以到我们这里 再演示一下 你加的有多紧 以至于我们抽不出来 我那个 有一个这样的习惯 我爱这么走 所以我加的更紧 好 OK 加的更紧 好 抖着啊 你看 这我不就知道了吗 没有 没有说懂啊 你这种方式呢 你比他们前两个呢 都会好一些 好在哪个方面 好在你的脊柱 不会承受太大的力量 但是你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会使劲地加这个包 这样的话时间长了 你的这个肩胛骨 就会更靠近你的脊柱 你会使这样的力量 你再试一下 你给 你把你的后背展示给大家 对 他在加的时候 他这个上臂的一个力 会紧贴在他的胸臂 对 这样的话 他整个的一个肩胛区的肌肉 都是一个紧张状态 就紧绷状态 但是呢 他只是一侧的紧绷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 他肩胛骨周围的肌肉 会有一个格外的劳动 这一片 对 了解 明白了 还是有一些隐患在里面 但是老师 我其实看到了雨光 雨光那个是最标准的 他是手提包 对 老师我来展示一下我的方法 其实我这个就很轻松 两个肩也不受力 提着它就可以了 很方便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说 经常是这个姿势的话 对你的腰还会有影响 为什么 不会啊 这个包离我腰这么远 这个腰离你的包越远 会越有影响 不信你试一试 看一看 再远一点 再远一点 他还停不住这条件 好像要倒了 是吗 对吧 你已经歪过去了 是 因为我要维系住这个平衡 这样如果待一天行不行 不行老师 那绝对不行 这还是刚才的问题 就是我们用天平来演示这个问题 它实际上这个包离它越远 这个阻力壁会越长 那么会作用在你腰上的力量 就会更大 实际上它的腰的肌肉 在这个位置 它的肌柱是在这个位置 肌肉和肌柱之间的距离 也就是差不多这么一把的距离 对吧 但是大家现在比一比 就是这样的距离 和这样的一个距离 那是多少倍 我的天呐 那么就说十倍吧 那么好 这个包现在有多沉 我帮你测一下 我估计大概十斤 十斤乘以十是多少 一百斤 怎么可能 对 你不知不觉 你就把腰给毁了 真的吗 不是 不是老师 我感觉我抬着这个包的时候 我的胳膊是最累的 我这个腰没有感觉 腰没有累 它有一百斤的重量 你去过工地吗 工地会有 会有什么 吊车 有吊车 有吊车 对 吊车 每一样东西都有吊车 从下面往楼上放 逐渐 逐渐 这个吊车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的脊柱 你再不断地把这个笔记本给吊起来 你说是你胳膊在使劲 还是你的腰在使劲 我腰一定要使劲 一定要使劲 多少 十乘十是多少 一百 一定要 不然我压不住 你看自己都说了有一百斤了 但是我想问一下康老师 就是你看他给我们腰施加了这样的压力 但你知道很多这个家庭主妇 你想说他拎东西 去超市 买菜 往往他都是这样 就很多人说 后来以后就是 我的两只胳膊粗息不一样 这个跟腰的力量 这个跟腰有关系吗 会有 会有 除了腰的力量不对称以外 他的胳膊的力量 因为他使劲提这个电脑 永远在练一只胳膊 是吗 对 始终地在做这样的动作 会导致一侧的胳膊明显地粗 但是主要的还是脊柱会出现问题 好嘞 总结一下 好 来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第二条 长期一边提重物会造成脊柱侧弯 那专家老师我想问一下 既然他们单肩单骑还有单胯都有问题 那我的双肩包是不是肯定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好 两边一样重 那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 双肩背的确有它的好处 但刚才 老师那我现在自己过来背一下 双肩膀因为是两个肩膀受力 所以避免了脊柱侧弯的伤害 但是有人喜欢在双肩包的侧兜里 放一个水杯 有人喜欢把背带放得很长 还有人会放很重的东西 您知道吗 这些习惯还是可能对您的脊柱造成伤害 我们背双肩背的时候 包括我们去选双肩背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几个细节 哪些细节 第一 在肩部的一个带子 一定要相对的宽一些 刚才宇童也讲了 有的时候背包背时间长了以后会勒出血印 没错 如果说这双肩背的话 如果说这个背带过于窄的话 也会对皮肤或者肩膀造成刺激 也会有血印 这个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这个双肩背的里面的这个构造 要相对有一些风格 而不能说像一个口袋一样 我们放进东西以后就坠在这里 会有一个风格 这样的话包里面的力会均匀地分散在 它的这个后背这个位置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在背双肩背的时候 如果放东西 一定要说把最重的东西放在中央 我经常会看到有的时候双肩背里会放东西 然后呢这个地方侧方的地方放一特别大桶水 对啊 这样的话这个整个这个包不平衡 会有一侧重一侧轻 这样也会产生单肩背的一个不好的效果 还有第四个方面 就是我们经常会忽略这个包内到底要装多少东西 能装多少 你知道这个包能装多少 对啊 不是这个道理 实际上如果说我们对这个脊柱好 保护我们的腰的话 我们的包的重量不要超过体重的15% 假如说100斤的话 100斤的话不要超过15斤 第五个方面也就是相当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包 我们调节这个背袋到底是它的这个长度 它决定了这个包到底是骑在你的脖子上呢 还是搭来在你的臀部上呢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那在什么位置上最合适的啊 应该是 对应该是在臀部 你摸一下你的臀部 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也是放得越往下越舒服 臀部上5公分左右 也就是说你看它的臀部是隆起 它有一个曲线 腰部有一个曲线 实际上就在臀和腰之间那个 那个曲线的位置 向上5个厘米左右 所以它现在是刚才有点低了 你这稍微有点长 所以你背起来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坠 有点往后坠的感觉 对 最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如果说你背一个特别重的包 那么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把它的力给分散开 你可以选个袋子围在你的腹 有那个包 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就是让这个包和你的人变成一体 对 越符合你越省劲 专家老师具体有一个新背法要感觉 对对对张老师 你看我刚刚走秀的时候 我把包放到前面 张鹏哥也跟我说了 他说现在盗窃案特别猖狂 对对对 特别喜欢把包放到前面 而且我觉得这样挺省力的 挺省力 对 您在背双肩包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害怕被盗 把双肩包背到前面 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呢 你把背包这样反背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 女同志在怀孕的时候 都经常会 经常会有一个什么动作 能模仿出来 对就是这样撑着走吗 撑着什么 腰啊 对他用手来撑着腰 因为你前面有一个坠 同样有的男同志肚子很大 他也会前面坠在前面 你现在呢恰恰就模仿他们那个姿势 就是说你把双肩背倒着背 那么给你加点力量好不好 好 那我得需要助手 我来帮您好不好 俊怡模仿一下 就到怀孕了以后怎么走势一下 这个包是封的 相当于他跟着这个没有背包的 情况也是差不多的 对 对吧相当于差不多的 我们人体的脊柱是有一个平衡的 其中有一条线 我们医学上把它叫做颈膝 偏垂线 就第七颈椎 你摸一摸第七颈椎 每个人都会有的 第七颈椎 颈椎 我们颈椎有一块骨头会格外的突出 你的 有啊 这个地方就是第七颈椎 我们经常会在第七颈椎的这里 画一条垂线 今天这里正好有一个线 对 一般我们 这条线一般来讲 它是紧贴着人的脊柱 没错 不会过多的往前 也不会过多的往后 对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垂直的 垂直的 而且它会贴附在它的后背上 因为紧贴着脊柱 好 现在我们可以给你加一点 好 我准备好做孕妇了 看什么 加点脂肪了 足够十个月 好吧 对 先加一点脂肪 哎呀 现在感觉有变化吗后面 有一点的 有一点了 好 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好嘞 马上变成五个月了 现在有变化吗 对啊 现在它已经有点往后请了 这条线已经慢慢离开它了 七个月 七个月 八个月 九个月 最后一个月 十个月 哎呀呀呀 如果说你经常是保持这弯腰的状态 你会很难受 所以一般你都会往后请 都会往后请 都会往后请 都是这样扶着 都会往后请 所以这条线就逐渐的会离开了你的几度 后面变了 说明什么 说明它的腰上的负荷 逐渐的逐渐的变大 它现在的缝隙大概有一拳 下面有一拳 最起码十厘米 如果这样说待半天你行吗 特别特别累 所以大家记住了双肩背是要背的 但是不能这样背 哦 反背双肩背包会伤害脊柱 所以最正确的是背宽带的双肩背包 背包里的东西要均匀摆放 双肩背的下缘要在臀部上五厘米的位置 重量不要超过体重的百分之十五 所以在这儿给我们总结一下 发现就各种各样的背包 其实它都有自己的一些缺点 那不可能不背包 您提议的最好的背包方式是 最好的背包还是双肩背 然后双肩背当中注意事项 就是刚才我总结的那几个方面 正确的背法 好 谢谢康丹老师 谢谢 谢谢康老师 谢谢 海鲜拼盘导致肝功能恶化 哪种海鲜还是罪魁祸首 扇背都应该是红色的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能吃的 这个是不能吃的 我特别害怕 是不是这个虾有什么问题 箱子里面都有一条致命的寄生虫 你瞎说 扇背颜色差异巨大 到底哪个不能吃 这块千万不能吃 这是什么 我觉得这张就有营养了吧 没有我跟你说 这个地方是最厉害的地方 这怎么可能呢 窗子里到底有没有寄生虫 那我们现在用一个小刀把它割开 哎呀 真的有 太可心了 别让我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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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天哪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对 接下来要说一个哈提 这又是大家爱的你知道吗 讲完背包的讲什么 吃海鲜吗 不是虾 我爱吃 我爱吃螃蟹 我爱吃螃蟹 鱼 这很流行的象拔棒两吃 也可以生吃 也可以做粥 很好吃 来栗子啊 我爱吃海鲜 爱吃海鲜 多大肠 什么都爱吃 只要是海鲜 我也是 这海鲜就觉得很鲜美 但是吃完海鲜之后 有没有人觉得不舒服的经历 有啊 我实乎 我实乎中毒过一次 这海鲜呢 你是什么状况 严重吗 上吐下泄 我醒来床了 后来给药房打电话 给我送来的药 我才有力气 打车去医院去看病 有事前段之间 在澳门吃龙虾 然后喝香槟 结果浑身过敏起红点 我们说的 还痒 所以很多人都有吃海鲜 不舒服的经历 其实我们有位观众 有一个女孩 她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014年12月 福州一位化名杨玲的女孩 爱上了海鲜拼盘 每周都要吃三顿海鲜 可是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杨玲双眼发黄 到医院检查发现 她的肝功能全面恶好 造成这样严重后果的凶手 竟然就是她最爱吃的海鲜拼盘 海鲜拼盘 到底为什么会造成肝功能恶化呢 我们说到这个女孩 她出现了状况 就是我们面前的 这一盘海鲜当中的其中一样 海鲜拼盘 来给大家看看 我总失认 如果这样的一个拼盘 拿到你们的面前 多棒啊这个 跟大家来说一下有什么 三文鱼 扇贝 生蚝 扇贝 海中虾 蝉子 西红柿小番茄和北极甜虾 猜一猜 你想想看 海鲜 海鲜讲究是什么呀 讲究是一个鲜字啊 它得新鲜才行啊 是的 很多海鲜它生吃 其实它里面是有细菌的 是不可以生吃的 是不可以生吃的 我觉得最可能中毒的有可能是三文鱼 因为首先一点大家都知道 三文鱼一定要生吃 对啊 但是三文鱼的鱼肉 其实它并不是非常紧致 它里面一定还有细菌 对啊 所以你认为是生鲜的问题 有可能不新鲜 对吧 没错 对 这样讲 我们今天肯定是要请专家来 帮我们解答嘛 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自己猜是猜不明白的 好啊好啊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国家公共二级营养师陈志昆老师来到现场 老师你好 老师好 不要问一下您了啊 这个刚才说了 就大家吓倒了 海鲜难道不能吃吗 这真的会那么多细菌吗 其实不是所有的海鲜都可以生吃的 大家一定要明白一点啊 就是咱们海鲜中是有一些致病菌的 但是呢 大部分都是非致病菌 哦 就是 它是正常 对正常的 存在的 包括咱们的人体啊 咱们人体有千千万万一个细菌 所以可以说咱们人体很多都是与细菌 我们也是跟细菌同在的吧 对 那这个新鲜的怎么算新鲜 就现捞上来 对 新鲜其实有两个概念啊 第一个呢就是活的 那绝对是最新鲜的 对 当然 第二个呢就是冰鲜的 因为这些海鲜 咱们知道 必须要吃新鲜吃 是的 但一旦冻完之后呢 它蛋白质就发生变化 就不好吃了 如果在常温的状态下 比如说拿出来 放冰箱了 可能三到四个小时 它的微生物就会直线上升 哇 吃完就会跑到拉鲜 所以记得吃新鲜 要吃新鲜的 明白了 可是最近我们还真了解到了一件事 就发现这个生鲜啊 说了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 还有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新闻中的女孩吃的是新鲜的三味鱼 所以不是因为不新鲜才干供的恶化的 会不会是因为寄生虫呢 2014年9月 广州一名男子因为严重腹痛被送进了医院 经过检查发现 这名男子的身体里 居然有很多的寄生虫 而这些寄生虫 竟然来自他平时最爱吃的生鲜三文鱼 我们吃的三文鱼里 会不会有寄生虫呢 哇 好气啊 特别恶心 是只有三文鱼里才有这个寄生虫吗 其实不是啊 这个三文鱼里边寄生虫呢 它叫叫一间献虫 就在后面 哦 对 刚才您说除了三文鱼里面 其他地方也有是吗 对 其他的海鲜上一些生蚝呀 其他的一些 包括咱们这个银子 哦 西亚里边有可能也会有 哎呀 哎 关键我们在市场上去买的时候 会不会有 您跟刚才说的这个虫子呢 就我们要调查一下 到市场上去看看三文鱼的状况 我们买到的三文鱼里 会有一间献虫的存在吗 我们来到一家海鲜市场 购买一些新鲜的三文鱼 好了 现在呢 我眼前呢就是我们从海鲜市场 买回来新鲜的三文鱼啊 看起来真的还有食欲啊 但是在吃之前 我们要看一下里边有没有寄生虫呢 我来拿一片看一下 我们反复观察了三文鱼的切片 没有发现任何寄生虫的痕迹 但是一间献虫的幼虫是用肉眼看不到的 我们来到北京有医院 北京热带病研究所做进一步的检测 首先将三文鱼打碎 用人工胃液把鱼肉部分消化掉 鱼肉经过24小时37度恒温消化 再经过离心处理 将得到的沉淀物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我们观察到很多的碎渣 我们在消化检测的时候呢 是要把底下的所有的沉淀物进行图片 每个都要静检 把所有的视野都要看全 这个样本目前通过我们的检测 然后呢是安全的 海鱼中存在一间线中的感染率还是比较高的 建议呢就是避免少吃生鱼片 然后以煮透 蒸透 烹透 然后为主再进行进食 来了来了 比如说前几年咱们听说过一个食品安全事件 叫浮树罗事件 浮树罗脑在眼睛里长虫子 对对对对 但是这种一间线虫呢 它不是人序共换的 而这种虫子呢 其实它在人体内是存活不了的 存活不了的 对 尤其它的成年虫子 可能它有一些幼卵 可以在咱的胃里边能活 但是呢它长不大 那不然你担心是吗 对对对 所以我一下对我甜甜吃的这个 我心里踏实好多 对所以你就放心吃吧 这市场上问题 对 咱们之前部门还是一直在把关的 非常严格 来总结一下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海鲜安全手册第一条 生吃海鲜要趁新鲜哪 扇贝颜色差异巨大 到底哪个不能吃 这块千万不能吃 这是什么 我觉得这单最有能量了吧 没有我跟你说 这个地方是最 这怎么可能呢 窗子里到底有没有寄生虫 那我们现在用一个小刀把它割开 哎呀 真的有 太可惜了 哎呀 有天哪 广告之后马上回 那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那个女孩 她的肝功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是跟生鲜有关吗 不是 不是啊 排除 好排除掉 是生鲜的问题 哎接下来大家认为还有什么问题 宇童姐我来看一下这一盘啊 好嘞 这里面啊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什么呀 我们看这两个扇贝啊 正常的扇贝都应该是红色的这个 你看它这个变白了 是不是它过期了或者怎么着了 我们拿这个对比一下 啊 你就见我一些不新鲜的 哎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能吃的 这个是不能吃的 哎呀 是这个白色的嘛 这就是外行了 你看我是海边出生的 我跟你说一下 其实这个扇贝啊 你分别 它不是这个边和这个边来分别 它是品种 哦 你确定吗 你说的 这俩不是一个品种吗 我确定 我确定 扇贝的裙边有红色和白色两种 哪一种是有问题的 还是因为品种不同呢 我们同样来到海鲜市场 看看这两种到底有什么不同 在海鲜市场我们发现 扇贝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并没有品种的差别 卖扇贝的商户 也没有告诉我们两者确切的区别 这两种颜色的扇贝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刚买回来的两种扇贝 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扇贝分别翻开一下 看看里面是什么颜色的啊 我们先翻这只 然后我们看到这只的裙边是鲜红色的 那我们翻另一只 那我们看到这个裙边是白色的 我们仔细观察两种不同的扇贝 除了裙边的颜色不同 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 并没有什么差别 那这两种扇贝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这两个的不一样 到底是跟什么有关 是品种还是 不是品种啊 一定要知道 它其实是跟它的这个公母是分的 啊 因为扇贝呢 它属于是绿性的这种这个动物啊 红颜色的就是母的 对 因为它是独雄一体的 被你猜中了 它在繁殖鸡的时候 它是变化自己变 它会变成 好可怕 它会产卵 其实是看到这个 跟咱们看到这个虾里边的籽 还有蟹黄 是一种籽 对 它自己会变 就现在我拿这个就是公的 过两天 它自己变成母的了 对 但是说到这儿啊 就说吃扇贝了 就是扇贝吃不好 是不是真的会中毒呢 杭州的王女士和几个朋友 在一家酒店吃饭 结果饭后四小时 王女士突然觉得肚子不舒服 呕吐不止 经过检查发现 王女士得了急性肠胃炎 王女士觉得 就是因为吃了扇贝 而引起身体不适的 其实扇贝里有个部分是不能吃的 到底是哪里呢 好 好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 咱们可以打开看一看 好好好 哇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全的扇贝 所以必须把这个黑的地方剃除 李雨光你现在吃扇贝的时候怎么吃啊 我整个就全都一起吃掉了 你真的是拿自己的生命不当一回事 怎么讲 这个地方是最脏最脏的地方 为什么 到底有多脏 它到底是什么 它的粪贝 所以这个叫去掉的是吗 所以说我们每每去吃扇贝的 要把黑的去掉 对 而且去掉之后呢 还要把它打开 然后呢 把里边拿出来冲一下 因为它会泥沙 大家可以看到 对 可以看到 在冲完之后 然后再放到里边去 再放去 这样子的 好累 在使用扇贝的时候 一定要把扇贝里的黑色部分处理掉 还要把扇贝的肉和壳分离后 认真清洗才可以使用 我们先让张鹏给我们总结一下 好来 吃扇贝也有要注意的问题 是的 各位 请注意一下 第二条 扇贝内脏不可食用 在这儿我要问老师一下了 你看啊 这个扇贝 看来它有不能食用的部分 否则有危险 那这个会不会跟刚才那个女孩 发生肝脏的问题有关呢 也不会有问题 也不是 对 排除凑答 又排除一个 好 接下来 因为我本来 海鲜当中 我最爱吃的就是虾 我特别害怕 是不是这个虾有什么问题啊 你来看看这个虾有什么问题 它是不是这个虾 是不是这个头有问题啊 头有什么问题 它有些头好像稍微要黑一些 黑一些 是不是代表这个虾没有那么新鲜 这个也不用担心啊 不管它的头黑还是白 跟这个咱们使用的安全问题问题不大 那是那个虾籽绿色的有问题啊 说的那个北极虾 有的是虾 虾籽是绿的 有的是绿的 有的是绿的 虾籽是泛黄的 这个也是泛黄的 它是个虾籽 那么如果有一些绿的呢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虾可能最近的时间吃了大量的海藻 所以它会附及到 虾这个籽的地方来 不要吃虾 各位 接下来请看第三条 天虾的籽 可以食用 太棒了 没问题啊 没有危险 好 又一个排除了 但是我要问问 这个跟女孩的这个肝功能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是什么呢 也没有 虾也没有 还没有 到哪里还剩什么 现在就是 圈子了 不管你们是生吃熟吃炒吃煮吃吃 圈子里面都有一条致命的寄生虫 啊 瞎说呦 我说 我给你们看 你来找吧 不可能 我跟你讲 每一只圈子里面都有一条 细细的寄生虫 哪有啊 就是这个白色的 都有 哪有 就是这一条 哎呀 真的有 好 现场发现的条状物体 真的是寄生虫吗 我们来到海鲜市场 在不同摊位 购买了 银子 好了 这些呢 就是我们刚刚从海鲜市场 买回来的银子 我们现在把它掰开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寄生虫 哎 我看一下左边 右边 中间 哎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 白色的长条状的东西 那我们换一只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寄生虫啊 哎 我们看到同样有一个白色长条状的一个东西 我们打开了在不同摊位购买的四斤银子 每一只里面都有一条透明的 像虫子一样的东西 有的还有红色的头 非常恐怖 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寄生虫 为什么每一只银子里都有呢 大家觉得这是一条虫子是吧 对啊 那我现在呢 可以给大家以身试读一下啊 弄魔术师吧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 它不是虫子 每一个银子里面都会有 因为它是这个银子的一个消化器官 所以它的消化器官它是银子自身带的 对 它自身的 就不用害怕就好 不用害怕 可以放弃一下 各位 第四条 请看好 银子里的条状器官可以使用 那问一下我们这个女孩 因为盘子里就剩下银子了 那这个女孩的肝功能的问题 是不是跟银子就一定有关了呢 没有 又排出错误答案 对 那到底什么情况 其实这样啊 它的这个原因呢 其实应该是本身 它自己的肝功就存在异常 哦 那加上呢 可能比如吃了大量的海鲜 再喝了饮料 喝了啤酒 然后呢 可能会引起一些生化不良 激发了它这个肝脏的一个病发 啊 明白了 就好像大多数人吃海鲜没问题 但是有人吃完他就痛疯了 是因为他本身的这个身体 对已经有问题了 激出代谢有问题了 对对对 所以吃的东西嘛 是给我们带来健康 带来美好感受的 千万不要因为吃 导致我们身体的疾病 因为现在很多疾病都说是 病虹口入嘛 对 在这边也学到了很多 非常感谢老师 谢谢一下老师 那不要忘了我们的口号是 生虹剑 幸福之年